车也不眠奔赴每一场热爱 大家好我是伊莉 如果说要买一个新能源的车 那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到比亚迪这个品牌 那如果说预算二三十万 要在比亚迪这个品牌当中选择一款车型的话 相信很多朋友又会想到比亚迪的汉DMI 那纵观插混市场呢 DMI一直是一个王牌一般的存在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到 比亚迪的王朝系列当中的比亚迪和DMI 外观方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头部分 那车头部分呢 依然是延续了Dragon Face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 可以看到它这个贯穿式的设计啊 其实是命名为龙须设计 非常的有意思啊 那在它的这个贯穿式的中间设板上面呢 有一个汉字这样的一个logo 融合的也是非常的融洽 那在它的饰条的下方呢 有这样一个点状式的 这样的一个中网格山 和它的贯穿式的设计融合在一起 非常的运动 而且很犀利 在它的基盖上面呢 有两条隆起的经线也让它更加的运动 其实站在它的旁边能感觉到它的车宽非常的宽大 它的车宽呢达到了1米91 这样的一个车宽啊配合它这样一个 俯冲式的趋势 看上去非常的有气势 有一种来势汹汹的感觉 聊完了车头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它车身的侧面 那它的车身长度是4975 轴距是2920 搭配上它1米91的车宽 整个车身的尺寸 是一个偏向运动的叫跑的这样的一个视觉感受 还要再搭配上它标配19英寸的多条服式的轮圈 让它整个侧面的运动气质进一步的拉满 另外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隐藏式的扶手 搭配一个从车头贯穿至车尾的腰线 整个侧面看上去干净利落又运动 咱们再来看一下车尾部分 那车尾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溜背式的造型 它这个车窗占比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玻璃的质感啊 在阳光之下会有它玻璃质感的那种通透在里面 会更加的闪闪发光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贯穿式的车尾灯 这个贯穿式的车尾灯啊 行云流水的感觉 让我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上善若水 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寓意也被融合在了里面 那其实这个尾灯啊 采用的是一个中国节的元素 整个车尾部分简约大气 却又融入了很多中国元素在里面 那整个给人的感觉是 简约大气端庄而又不失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内饰部分 那坐到它车箱内给我的感觉 一下子就是那种配置很丰富的这种层次丰富的感觉 一下子就扑面而来了 那还有很多中国风的元素也让我是感觉到了 比如说在裤架前方的这一块饰板呢 它里面也采用这样一个行云流水式的这样的一个光带 那这样一个可呼吸的光带呢 我觉得其实也是有非常好的寓意 而且让它整个内饰部分更加的丰富 然后我还看到这个空调出风口 在左右两侧的空调出风口呢 是这样一个一段一段式的 有取这种节节高声之意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 这一块15.6英寸的中控的悬浮式的大屏 看上去也是科技感满满 然后在下方呢 两个这样的一个空调的出风口 打开中间的这个板子之后呢 是有两个杯架 一个USB还有一个Type-C的充电接口 然后中间呢 是它的一个换挡的结构 打开这个扶手箱之后呢 就发现这个扶手箱的空间啊 不是特别的充滤 但是呢 在这个前方有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的这块板 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平时把手机这样放进去的话 应该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敞开来放的话 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然后它的这个座椅啊 包裹的还是非常的好的 是这种运动型的座椅 可以看到它两边有凸起这样的一个运动型的座椅呢 在驾驶它的时候 会感觉坐上去更加的有这种被包裹的感觉 很有安全感 可以看到它其实内部还采用了非常多的这种类似于碳纤维 还有金属饰条 还有钢琴烤漆面的这些结合 都让它的整个车厢内的高级感是拉得满满的 那这一块15.6英寸的悬浮式的大屏啊 它支持翻转操作 它搭载的是D-Link 4.0的聚能网联系统 带来了非常强烈的科技感 它其实它整个车机响应啊 还是非常顺畅的 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娱乐功能 包括像抖音 微博 微信啊 这样的一些娱乐功能 让我们就算啊 是一个人驾驶出行 也不会非常无聊了 那作为它这个后排啊 我坐上来就感觉 我想要舒舒服服的睡一觉 这种感觉 因为它的这个座椅的长度 坐的还是非常长的 我认为就是比如说 像我们平时上班的朋友啊 把车放在地下室 有的时候上车在后排睡一觉啊 还是非常舒适的 因为它的这个空间够大 而且它的这个座椅够长够软 填充也比较柔软 然后它的这个折叠的角度 有一点点微微厚仰的这种感觉 也是很多轿跑都采用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 那坐上去呢 会觉得有种被兜住的感觉 还是挺舒适的 那我的腿部呢 离前排大概是有一个 两三拳的距离 头部离车顶呢 有两拳的距离 然后可以看到它前排的 这样的一个镂空的 钢琴烤漆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也会非常的别致 而且带有这样一个汉字的 这样的一个专属于这款车型的 一个logo 那另外它其实这个座椅的前面啊 就是我们这个头部的这个位置 也是有一个汉字的logo 包括我们后排前排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汉字logo 各个部分都有这样一个专属定制的感觉 那坐在它右边这个老板椅上面啊 可以把我们的前排在后面进行一个前后 还有它那个折叠角度的一个调节 我觉得非常值得说的是它的这个空调的出风口 它的这个空调出风口啊 不仅是带有一个风量风向的调节 它的下方还有一块单独分区的这样一个液晶屏的 调节的这样一个屏幕 包括风量啊 还有温度都可以在上面进行调节 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 那后排的一个高级感啊 还有一个舒适度还是被拉的满满的 那打开这个扶手箱这里有两个杯架 然后再打开这里有一个比较浅的一个储物空间 那总的来说我觉得舒适度啊 包括一些功能上面也非常的丰富 给人的感觉是它这个后排是长途来做 这个后排是会非常舒适 而且也很方便便捷的 那大家关心的油耗方面啊 它真的是能省则省绝不客气 它的百公里油耗最低低至4.2升 另外啊 它可油可电 综合的续航里程最高能够达到1300公里 这一点啊 完全是缓解了大家的续航焦虑了吧 那了解了这么久之后啊 我们无论是从它的外观还是内饰 是让人一眼看了就心动的程度 那预算二三十万比亚迪的汉DMI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车夜不眠奔赴每一场热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